其实在我的创作当中 我觉得写歌 其实也对我来说是一个 非常有满足感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可以帮很多我自己也非常欣赏的歌手啊 艺人啊 帮他们量身定做歌曲 有一天如果可以自己拿回来自己唱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挑战 另外一种音乐的分享 很多人说 就是说人经历了一场大 经历了一场就是大病或者是怎么样之后 他看世界的高度就会发生变化了 他可能就有一个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 俊杰度过这个一百天之后 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自己绝对是有很大的改变 很大的成长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对人生的态度啊 跟一个心态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好奇 就是歌迷朋友 从这几年来你们看我的成长或者改变 到底有没有 这段时间有没有觉得我不一样之类的 瘦了 最明显可能就是瘦了 瘦了 因为前生者就是有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食量变小 然后胃口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就有稍微瘦了一点 对啊对啊 包括像你现在可能要保护嗓子 可能就要比以前的人花的时间上更多了 就是我看的那个说 你每天吞那个生鸡蛋 保护嗓子是真的吗 保护嗓子 吞鸡蛋是可以润喉 然后让自己可能在唱飙高音的时候其实蛮顺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会发觉 活动有点沙哑 所以吞生鸡蛋其实还蛮有效的 但是我也不敢吞太多 因为吞生鸡蛋对胃不好 那我的生在受损当初也是因为胃的问题 就是胃痛啊 胃身倒流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胃 那现在除了吞那个生鸡蛋之外 还有一些怎样的一些护嗓的 护嗓就是多喝温水 然后可能说可能可以吃一些蜂蜜 蜂蜜是非常之非常好的 然后自己可能就少吃一点太炸太油腻的 太辣的东西这样子 等于说是经过了这一场 然后我们经过了这一场之后 林俊杰的新专辑也出来了 用他们的歌词里面就是说 眼睛也素描到了一个新世界 是不是 这张专辑是一张偶心立写的作品 然后很多的歌曲当中都是写着 我自己内心的很多分享 想要说的话 我自己的故事把它写进歌曲里面 像第几个一百天 其实就是在那段时间 或者在每一段感情 或者是一段时间 你去期待 你去回想 每一个一百天 其实就是一个 让我们可以去衡量 一段时间的一个单位 像我们每个人 可能有时候纪念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月 或者是一年的时间 可是我觉得一百天 三个月大概的时间 是还蛮好去衡量的 还蛮好去记的 对啊 然后 但是这张专题里我想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没有了中国风 因为江南 曹操 最痴壁 这个好像是中国风 为什么在这张专题里面 我觉得做音乐 有时候并不一定要说 跟着主流 大家想要怎么样 你就一定要给大家什么东西 我觉得 其实我的音乐就是一个 跟着我走的 一个新度历程的一个乐际 其实我这段时间当中 经过了一切 经过了想要说的东西 我想 我希望可以透过歌词 我希望这次可以 透过非常贴近我生活的 很多的主题 跟话题 跟画面 去呈现 去讲出我的故事 所以这次也没有太刻意的 去把中国风 或者是任何的 太明显的 乐器放在里面 如果要挑一首的话 其实专辑最后一首歌 我妈的拿鲁湾 这首歌曲 其实是有比较 比较有一点点的 利用到中国乐器 有笛子的声音 在里面 然后整个编曲 是比较简单 也可以算是中国风的一种 只是用比较 简单的编曲 去呈现出来 好像君姐的爸爸妈妈 对中国乐器 会使用的很厉害 对啊 因为我爸妈也是 那时候他们 在念书的时候 有参加了这个国乐团 国乐团认识的 他们也是同一个国乐团 我爸是拉二胡的 我妈是 琵琶的 弹琵琶 弹琵琶的 对他们那时候 就因为这样子认识 所以会造成说 今天我的音乐 常常会利用到一些中国乐器 因为我从小就听他们 又在玩 看到他们的乐器 所以从小就会有 这样的一种影响 对中国乐器是非常好奇 非常喜欢的 他们有没有要求你去 拉二胡或者弹琵琶 让你学这个 我有试过 我有试过 稍微玩一下 但还没有真正利用它 去表演 但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去年的演唱会当中 在新加坡站 其实我有请我爸爸妈妈 还有我哥哥一起上台 表演 表演我的 最赤壁这首歌曲 对对对 你有看到 对很感动 因为是第一次 我们有组的一个临家乐团 临家乐团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网友的问题 首先是有一个叫 Lemon明珠的问 俊杰你最近经常来贴吧 今天上午也来过 想问问你来贴吧的感受 有没有让你难忘的帖子呢 在贴吧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新鲜的方式 跟我的朋友 跟我的网友们互动 我觉得有空的时候 留几句心情 或者是分享照片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蛮有那个互动 跟零距离的感觉 可是好像就是 大家无时无刻都跟着我 或者是我可以跟大家一起 聊天的感觉 我觉得天安 就是在网路上 有这样子的方式的时候 我还是有遇到一些比较 难忘的题 难忘比较印象深刻的 因为我 因为开始玩的时候 我不太熟悉 所以我会 想要说 看专辑 有一天我拿到我的 这张新专辑的这个 预购海报 预购海报就很兴奋 想要跟我的所有朋友们分享 就照了一张自拍照 然后拿着海报的照片 在电视台的照片 然后想要传上去 我就写了这个 这是我新专辑的预购海报 大家想不想要 结果我就上传上去 结果后来发现 我上传 错的照片 后来点到一张 我自己在家里 裸上半身的自拍照 那个照片 不小心就取杆 点错了 点错了 点错之后就 不能删掉 你知道吗 后来我不会删